我的人生道路 阿詹蘇茶自傳 山上法語 雖然一開始並沒有開始活法 後來因為有需要 又沒有別人願意做 我只好開始 起初是有一點緊張 但持續一段時間後 發現我犯得到 於是我就順著做 起初我會準備 並且把要說的話背起來 但現在不用了 我讓文字 猶如開水龍頭一樣自然流露 沒有一種快樂 勝過一個禪修者 在徹底消除內心煩惱後 所得到的寂靜 定所產生的快樂是短暫的 好比一出電影的預告短片 解脫的快樂可以比較做一整天24小時 不間斷放映的重頭戲 無論行住坐卧都會處於極度快樂的狀態 那時候就不再需要佛法修行了 你已經有足夠的佛法了 諸惡莫作 不執著於善業 金錢和其他的物質資產 不是快樂的來源 真正快樂的來源 是居住在心裡的德行 德行 無論大或小 能讓心中的貪欲減弱 當欲望減少時 快樂就會增加 因為快樂在你心裡 所以財富和世俗的擁有都不重要 我們只需要擁有基本所需 例如 這座大殿為我們遮風擋雨 也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它的建築不需要花很大的費用 在想要擁有任何物品之前 主要的考量是它的用處 價錢不應該是主要的考慮 如果便宜的物品和較貴的物品 同樣適合使用 我們應該選較便宜的物品 做個好榜樣 我們不需要花多餘的時間和精力 筹錢 建造同一用途 但價格較高的選擇 選擇食物也是一樣的 一頓五十泰柱的飯和一頓五百泰柱的飯 同样能让你吃饱 在饭店吃或在寺院里吃也同样会吃得饱 两种经验始终都会过去的 省下为了吃昂贵餐饮赚钱的时间 把它花在利益社会或宗教会比较恰当 要为了行善而行善 诚心行善或不失 不要期望任何人给予回报 要以慈心不失 学习放下 不要执着于物品产业或金钱 拥有比必要的更多对你没有益处 相反的 因为害怕遗失它或害怕它被盗取而产生烦恼 把它当作不失奉献出去 不只会解决问题 你也会因为帮助其他人而感到快乐 这是行善 做不失的用意 现今社会所看到的茫然 是因为人们心中缺少了宗教 在寺院或其他的东西上 虽然可以看到宗教的存在 但人们的心中没有宗教 他们的心中装满烦恼和欲望 即使到了寺院 也互相争吵相骂 如果想到寺院去 就必须带着善意和平静 要怀着不给别人惹事的态度 到寺院的最终目的是修佛法 透过禅修改进自己 并持守戒律 不要在乎别人的观点或意见 当一只小老鼠好过当一只大狮子 大狮子可能会碰上恶斗 小老鼠却不会遇到问题 这样才有时间禅修 单靠阅读佛法 而没有导师的自行修习会是艰难的 这是因为被欲望吸引 被鱼翅绑住 例如 虽然还是在家人 有可能以为自己已经觉悟解脱了 你以为不侵犯别人 没有贪念 没有欲望 已经到达觉悟了 你不知道身为在家人 依然被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和触觉缠绕着 如果你到森林里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你会跟在家里生活感觉一样吗 你会不会感到平静祥和呢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就不会分辨 想要知道 唯有去试探 比如说 你想要试探自己的恐惧还存在吗 你可能因为处在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 所以不感到害怕 如果在森林里 四处危险包围 你还会依然平静吗 如果没有在不同的状况下试探自己 可能还被鱼吃鸣破着 针对内心的烦恼 我们要采取主动狠狠攻击 不要等到敌人发动攻势才动手 要是让烦恼先动手 我们将面对会失败的危险 烦恼一旦发动攻势 便会掩盖我们 让我们无能为力 到时候 烦恼所欲求的 如食物和饮料 我们唯有双手奉上 要采取主动便要规定一天对于饮食的限制 例如 一天只吃一餐 无论想吃任何食物 都限制在这唯一的一餐完成 想要喝的饮料 也同样在这一餐解决 这顿饭结束后 我们可以饮用的就只有白开水 就得要这样处理 观看电视节目是绝对不行的 把电视机卖掉 任何牵连到娱乐的物件都要把它拿走 把娱乐的配备都捐赠出去 这才是我们所形容的很合主动 要是只是守住待兔 烦恼便会引诱我们去瞧瞧这个那个 吃吃这个那个 一旦这样的欲望升起时 我们不可能赢得了这场战争 但是如果身边缺少烦恼的道具 虽然欲望产生 但因为没有任何食物 也没有任何节目 问题就不会发生 我们因为用太少的时间观察自己的内心 所以不认识也没看过拥有一颗平静的心的价值 我们的时间都花在物质上的东西 衡量他们的价值 我们要常常复习这些训练 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要立即采取行动 退出世俗的纷争 卸下一切多余的 把精神专注在培养心的工作上 这才是真正的工作 这是能够把你带领到苦的解脱的工作 不像世俗的工作 不能带领你到哪里 修习佛法的目的是为了断除欲望 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如果花时间看一些不能灭除欲望的东西 那只是浪费时间 例如太阳和树木 他们对你没有什么用处 由于他们不是带给你烦恼的东西 你应当观察带给你烦恼 让你内心煎熬和痛苦的东西 你应该去观察你和你心爱的人 他们的身体会如何的老化衰败 你才能够接受每一个人同样的结局 我们的和心爱的人的身体 有一天会停止操作 成为骨灰 你应当用这个角度观察 当你面对一位你对他有幸幻想的人的时候 你应该去看到他身体内的白骨 你爱的人如果今天死的话 你还会想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吗 当爱的人还活着时 你愿意和他在一起 当他死去之后 你就会把他当作鬼 不希望和他在一起了 你应该如此思维 交习欲望 因为欲望不会带来平静 如果想要获得平静带来的快乐 那就要交习性的欲望 你必须时常思考人体的不静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在三天前过世 今天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散发出恶臭 你还会想和这具人体有性关系吗 这样的思维能够让你列出欲望 让你独居 得到内心的平静 你不需要靠无常的东西 得到真正的快乐 你所爱的人是无常的 他要是不在的话 你就会感到难过和寂寞 但如果你有内心的快乐 那你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思考 把所有的东西都从你生命中消除 你要知道 凡是物质的东西 迟早会摔坏或离开我们 即使我们自己的身体 它也是会摔坏的 身体的摔坏不代表你不再活着 你依然活着 不过你自己必须决定你将怎么活着 你可以活得很痛苦 你也可以丝毫痛苦都没有 要是你能够接受身体的无常 你就能够若无其事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远离痛苦 如果你运用智慧去思维 你会发现不用再照顾身体 是多么好的事 因为照顾身体是多么大的负担 从睡醒那一刻到睡前 你需要呼吸 找水喝 准备吃的 必要时上厕所 每个人的身体都需要这些活动 要是没有身体的话 这些活动就不再需要了 用智慧思维 你会发现死亡是件好事 死亡表示能够放下责任和负担 拥有身体时 即使没有物质的欲望和烦恼 你也有责任照顾你的身体 连佛陀本身也是一样必须脱波 净食 洗澡 生病时也得吃药 因此 你应该思考所有东西的摔坏 你就不会执着于它们 你也不会抓住你世俗的财产 希望从中得到快乐 那是因为你有更真实的快乐 有了内心的快乐后 你就不需要别的了 要是你能够放下 你的内心就会尝试到快乐 宁静和舒服 在通往快乐的道路上 你就不会被只取得心悟到 而贪求这个或那个 西方人常说知道真相是痛苦的 这和某些药一样 虽然带来刺痛 但能让伤口愈合的快 佛教教导的只有真理 一位佛法的老师 如果还没有觉悟到真理的话 他便会修改真理 隆达说过 我从来不修改真理 佛法的真理超越修改 我不会为了迎合学生而修改真理 我把佛法的真理放在第一位 如果不把佛法的真理传授给有心探索的人 那他们到哪里寻求真理呢 学佛的弟子想要学习佛法的真理 而并非只是想要被迎合 想要学习佛法的真理 你必须有接受真相的勇气 如果你害怕知道真相 你不应该学习佛法 因为你就像一个害怕光明的人 喜欢躲在黑暗中 沉迷于自己的想象 要是我们不鞭策自己 就再也没有别人会鞭策我们了 导师已经教导我们了 但他们拉不动也推不动我们 我们必须自己推动自己 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思维死亡 他会激发我们坚持到底 因为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死亡会降临 所以应当谨慎而不能放异 我们应当时常想想佛陀和他的弟子 以他们为榜样 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 虽然生在荣华富贵中 享受五官所带来的快乐 他们为什么还是能够证悟涅槃 他们拥有毅力和智慧 获取我们缺乏智慧 所以没有觉察到名利的危险 没有觉察到五官 眼、耳、鼻、舌、身的危险 我们就像被鱼勾勾着的鱼 因为害怕痛 所以不敢把鱼勾拔出来 如果离开名利快乐 我们害怕换来痛苦 如果要到寺院修行 我们又害怕寂寞和伤心 因此我们就好像囚犯一样 一直困在生死轮回的轮转里 佛法修行的目的是放下 是为了让心从烦恼中解脱 你的心因为去干涉 其他的人事物 因此生起烦恼 你想要改变他们 但你不知道 你其实控制不了 也不能改变他们 因为他们是非我的 佛陀说 诸法非我 包括人类在内 一切的现象都有他自然的法则 没有一个我 你不能命令他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子 你要是想要很久的快乐 你要把世间所有的都放下 要是你不这样做 他们会让你痛苦 什么让你痛苦 其实世间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的身体 都让你痛苦 你的身体是一堆苦 同样的 你的伴侣 孩子 孙子的身体 还有你拥有的一切 凡事五官便是的 都是苦 你不知不觉的和这些累积的苦生活 没有佛陀的教导 你就永远不知道真相 将永远与这团团的苦牵连着 当你死的时候 你又必须轮回 重新面对这轮转的苦 如果你学习并修习佛法 你会平静 快乐 因为你会发现 苦的根源 是对事物的直取 你会运用念住 定和智慧 把直取放下 你会放下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当你能放下所有的时候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继续下期再见 我继续下期再见 你一定要簽一下